中华管议会今天早开第19次第1次临时会 书生定义由中华管议会比 占对中华管未来几位进行实情报告 同会比表辞 中华根据实情亦民意为仪归 一年年为合成给达 管副团队中的典型效率 进行力 努力为中华向今大作幸福下期 中华管议会比为今年12月25号901来 到今已经能够外温 为了向全体官民说明未来实情方向 同会比也利用中华管议会 搜集会的第19次 第1次临时会进行实情报告 同管长表示 典型与所发展需要有温柄载情基础 可有无情关乎载情的困境 未来中的这个开头载完 跟加工载部管理 会要求各个处 感谢贵王跟进行当中的重担计会 苹果减讨好业 透过组纹建核 以上有好论 向最有组纹的方法完成市政目标 挥美坚持 市政以民意为一规 以年能为核心价值 县府团队将展现效率 执行力 齐心协力 将彰化打造成幸福城市 鉴于地方永续发展 需要有稳健财政的基础 考量目前县府财政的困境 未来将积极开拓财源 跟增加我们的财务控管 惠美以要求各局处 检视过往及进行中的重大计划 神圣评估 检讨其效益 透过资源整合 以最有效率 最节省 节省资源的方式 完成市政的一个目标 惠美的竞选政见 是县府未来施政的重点 除了要加速充实县内基础建设 建制完整的一个运输路网 还要发展区域的驱动力 创造优质产业发展的环境 以达成美好彰化 希望城市的县政愿景 在这专举三期发展的竞争之下 从管长也表示 中华需要改造有真正的未来 对出对于团队的政体发展 关乎万年中十项市政发展目标 作为利用团队推动努力的方向 各行政策设置的各位 已经由各局处进行几位 未来将会慢慢来落实 为中华向今开创美好的未来 新中华新闻北表林中华 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后面